大家好 歡迎來到電腦王阿達的頻道 我是小編Kila 現在人常常是雙機工作 這雙機就是手機跟電腦 但是因為是兩個不同的螢幕 所以常常會有一邊用電腦 一邊用手機通知一直想的情況 很多人一定都在想 能不能在電腦中開啟一個控制手機的畫面 這樣一個螢幕搞定所有事 不是很方便嗎 別慌張 大家的救星來啦 這邊就是要介紹 Fone on Web 免費擴充功能 可以無痛解決大家的煩惱 而且還支援闖擋功能喔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我們要安裝這個擴充功能 它有提供控和配局瀏覽器版本 操作方式都一樣 我們這邊使用控來操作 首先進行到商店頁面後 就點擊加到Chrome功能 在預設下安裝好後 功能圖示會自動隱藏起來 我們可以透過右側的拼圖圖示 就可以找到這款擴充功能 然後再把眼睛圖示打開 接著我們就能開始使用啦 拿出我們的安卓手機 並打開開發者模式 這個模式一般來說都是進到關於手機頁面 然後點擊多次版本號碼之類的名稱才會跳出 但是因為每間品牌取的名稱都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上網尋找自己的手機要如何開啟 接著我們於系統選單開啟USB偵測功能 然後用傳輸線把手機和電腦連接在一起後 按左邊的Connet功能 就能找到你的手機型號 再來點選連線手機畫面就會出現啦 操控方式很簡單 只要用滑鼠左右拖移就可以滑動頁面 按左鍵就是選擇該功能或是開啟這個APP 使用體驗非常好速度非常順 手機跟電腦幾乎就是即時通步 鍵盤輸入也沒有問題 唯一的缺點就是不支援Enter鍵 所以我們只能用滑鼠選擇你要使用的字 除了這個比較麻煩一點外 我們可以看向右側 右側工具欄也有一些使用的功能喔 像是擷取手機畫面 關閉手機螢幕等等 這邊的關閉手機螢幕 可以設定讓你的手機螢幕變暗 但是電腦的手機畫面不會受影響 可以繼續正常使用 我覺得這點呢既方便又省電 給你一個讚 下面的檔案夾圖示 則是打開檔案管理員 這邊可以看到你的手機裡 所有資料夾 在要下載的資料上 按下右鍵就可以下載 另外呢想要上傳檔案的話 在右上角有個上傳按鍵 一鍵集傳真是非常方便 看到這邊呢 很多使用PC及iPhone的觀眾 是不是很羨慕阿 目前市面上完全免費且不用越獄 就可以從PC控制iPhone的軟體是完全沒有的 只能從Mac來控制iPhone 真的是讓小編想不哭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從iPhone來操控你的PC 那就有很多選擇囉 這邊小編可以推薦大家使用 紅的遠端桌面 只要登入Google帳號就可以操作啦 首先選擇設定遠端存取功能 然後設定PIN碼 設定完成之後就可以用手機連上你的電腦了 整個過程不用到5分鐘就可以完成設定了呢 另外如果你在iPhone上使用控瀏覽器去開啟遠端桌面 還可以使用上傳檔案的功能喔 iPhone跟PC之間的檔案傳輸再也不是問題了呢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記得按讚分享並訂閱 電腦王阿達的頻道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詞一下集影片 ? 拔身 在想可以 可以 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